我們現在在平鎮,一個租賃公司這邊 為什麼今天在這個租賃公司這裡? 因為很多人請我多測試一點各個車款的油耗 那我測試油耗不是那種什麼固定路線 我是真的、真實我們素人在開車的那種狀況去測試 那因為這次我安排要去台南一趟 有一個屋主跟車主要分享他們的房子跟車子 所以我就安排一趟 剛好趁這個時候來測試一台車 就是我們現代的Venue 這台車目前在現代除了Toussang 它應該是第二個賣最好的車款 但是這個車子呢,它的租車格上沒有 我就只認識格上 當然這時候要找好朋友協助了 我們國青啊 國青,它是現代的業務 所以現代的問題問他就對了 當然如果對現代要購車上面的需求也可以問他 下面有他的聯絡方式 那我問一下國青喔 為什麼這個車子這麼難找啊 我找了很多沒有租車公司在租耶 對,現在很少有租車公司在用Venue這台車 但這個剛好是我的客戶 他們是開租賃公司的 這個是華裔租車 這個老闆我也認識 但我不知道他有這個車子 就是差不多可以租車啦 好像他上一台已經租完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裡面簽個合約喔 好 那簽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做個錄影的動作喔 現在好像這邊有一個凹痕是不是 對,對對 這最近鎖墨這邊 好 我都會筆給你看 好 你看到也可以跟我講 這個車都還蠻新的 只是難免有一點不小心 對 然後這邊 這邊有一個小插傷 好,這邊有一個插傷 對,這裡都可以做化妓 玻璃都正常 天保,天保都OK 引擎蓋,打光玻璃 那你在行駛中難免啦,難免會有那種小石頭打的都沒有關係 不要是那種撞擊或者是插傷那一種 好,沒問題 說這個是格雷輝 對,格雷輝 雙色的 那我們輸出里程是18081 18081 18081 然後油的話就沒有了 那我們都是多少出去多少回來就可以了 好,沒問題 好,那這邊 再簽個名分 我們就感謝這個國青 幫我們租到這個很難租的車 現在租車公司好像都還是以Toyota 跟擬站為主 對 所以我問了這個格尚 他就問我說 你不是就開這個Kicks 幹嘛還要租這個 我要測試 他們沒這個車 很感謝國青的幫忙 那我現在就把它開走 然後我這一次到台南去 我會測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我自己開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是 我會測油耗 哇,加滿油加滿油了 現在里程我已經全部歸零了 全部都歸零了 都歸零 那這邊呢 它顯示是可以跑707啦 那剛剛租車公司交給我的時候 幾乎油表是貼到底 幾乎是零 然後剛剛加了45公升 但不重要 反正我們最後就看 到台南加油的時候 總共加了多少油進去 然後來換算那個里程 然後到時候我們再看 它的油耗到底是多少 我現在先去接我老婆跟小孩 全家人一起出油 所以一家四口幾乎是全滿 而且要玩三天嘛 所以行禮就是三天的行禮 幾乎就是這台車最大的一個限度了 那我們就 現在路上非常多車 所以也不是完全純市區 我們現在在桃園市區這邊 那我們就往前走 因為我爸這台行車紀錄器 用沒多久就壞了 而且他的車美式也沒有到車嫌疑 所以我準備幫他安裝這一台HPS750 先掛上行車紀錄器本體 接下來來安裝後鏡頭 簡單嗎 完工了,超感動 前鏡頭 上下 後鏡頭 上下 這種爛貨可以直接丟掉了 它後鏡頭 距離 進去 前鏡頭 上下 後鏡頭 熱量 哇 終於接到了 行李全部都上 兩腳大行李 其實它的行李箱空間好像比Kicks小一點 我們就直接要往南走 然後會先到彰化休息一晚 因為現在已經九點了 然後會就往彰化走 然後再來明天早上我們才往台南去 到台南以後我們會先跟一個網友碰面 然後他分享他的車子跟房子 分享完以後呢 我們就到飯店裡面去Check in 那這次的這個飯店也是網友推薦的 好像新的飯店 再帶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不錯的設施 或者是空間表現怎麼樣 最後再揭曉這台車 到底它的油耗是怎麼樣喔 那我們就Let's go 淡化了齁 現在時間已經11點26分 11點26分 這裡 然後目前看到齁 我們上面的資訊 已經跑了162.2公里 就剛剛已經跑了這麼多 然後 就是還可以再開595 好像這個油箱好像可以撐滿久的齁 然後目前它上面顯示電腦里程式 還可以跑就是一公里 平均下來是18.1公里 一公升可以跑18.1公里 就我們明天到現場去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睡覺明天見喔 掰掰 準備出發囉 行李 行李昨天可能比較暗 大概是這樣 也是大行李喔 所以 就出門喔 走 走 終於到台南交流道下 台南市區 大概開了287公里 我記得昨天到彰化的時候是160公里 那接下來的里程幾乎就是都是市區 沒有要去高雄 這一次就在台南市區這樣子玩 那已經 我們先去跟網友碰面 然後再去飯店好了 那我們就先到安平去囉 剛剛去了很多地方喔 去了安平古堡 然後我又去重劃區 然後又去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又來這個 星光山越還有蘭賽圖 去了很多地方喔 那現在的里程已經300多公里了 就是中間我們又開了好幾十公里的這個市區道 而且非常的塞車 今天的天氣 達到了三十六七度 台南非常的熱 齁 帶速的時間也非常長 所以 不知道到時候的 會怎樣 我們先去飯店 check in 以後再去加油 我們就繼續走囉 到了到了到了 欸 喔 入住安平 樂雅軒大飯店 新的喔 停車場 欸 還有充電裝欸 這都充電停車位 所以開特斯拉來也沒問題 RRO是skybar 然後 這邊是客房 這些會議室 欸進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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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去check in 欸 那一路這邊放茶的話就可以使用了 妳說 早餐這邊吃是吧 對 對 這邊晚上是酒吧 然後其他時間會變成餐廳 晚餐是酒 晚上是酒吧 是的 沒錯 好 謝謝喔 Check in 好 然後 拉比這邊有一些 就是 免費的飲料 喝個檸檬水好了 可死 外面好熱 我們現在直接到房間裡面去 這邊 欸 欸 哇 像夜店的風格欸 嘿嘿 一堆老外 超多老外的 走走走 喔 欸 進去進去 喔 喔 很有風格的 喔 喔 進來了以後 它就是一個 哇 所以淋浴間 它這邊 喔 這邊是這樣子的 拉起來了 然後 裡面就有一個乾絲分離 跟 馬桶 馬桶是index的 然後大概是這樣 就很 很有風格的一個飯店 然後地板 拿走進來 看一下 喔 對面是 意在精神 剛好這個飯店 就在意在精神旁邊 好 那我們已經check in了 欸 我們去 加個油 加完油以後呢 我們就來揭曉 今天的謎底喔 欸啊 樂軒飯店也有 兒童 兒童區 遊戲區 旁邊也有健身房 呵 對 不過我們因為來台南 就是要出去玩 不過 我覺得這個 好啦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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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終於加 加好油了 一樣是加中油的95 那 我們看到里程電腦上面顯示是 318.7公里 318.7公里 那 目前行車電腦上面顯示是 16.4公里 1公升 16.4 1公升 可以跑16.4 那 我剛剛加的95 15.7 有總共加了19.08 19.08 所以318.7公里 除以19.08 欸 除出來是16.7 跟他里程電腦的16.4 幾乎是 完全一模一樣 幾乎是一樣 那我們這一趟路呢 就是 高速當然佔大多數 但是其實平面道路 還有塞車 庸設路段也非常的多 像我們下交流道了以後 台南的路 而且最近 開始很多人回流 要出去玩 要幹嘛 所以路上的車子 其實還挺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可能在 7.3 或8.2 左右吧 高速公路7 然後平面道路3 或者是8.2 當然大部分還是高速公路 那以這樣子的油耗 我覺得還是 還算可以啦 跟我的Nissan Kicks 可能差不多 所以大家 如果是開Venue的車友們 你們的油耗大概是多少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這一次測出來的油耗 是16.7公里 一公升 每公升可以跑16.7 我們期待下一次看 再分享哪一台車的油耗測試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一起來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因為我爸這台行車紀錄器 用沒多久就壞了 而且他的車美式也沒有到車嫌疑 所以我準備幫他安裝這台HPS750 先掛上行車紀錄器本體 接下來來安裝後鏡頭 簡單嗎? 完工了 超感動 前鏡頭 上 下 後鏡頭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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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